再来看到这个我们之前所报道过的这个消息 是高雄县岗山镇的这一间禅室呢 在今年五月间把大门给上了锁 使得里面呢 五十几位练气功的学员困在里面了 到最后呢 拿油压剪解破坏的这个锁 才能够脱困离开哦 受困的学员就告庙方妨害自由 但是庙方也有话说说 我已经把庙方呢 来借给你们来练气功了 你们一练练到了晚上十点不休息 我们也要下班 我们也要休息了 怎么回头来怪我们呢 今年五月十二号晚间九点 在高雄县岗山镇警务禅寺内 练功的五六十位民众 就这样被庙方当家师 用锁链困在庙内 当时地方人士警察都来到现场 当家师就是不开锁 最后找来油压剪剪断铁链 众人才脱困 受困的民众联名向法院提起 妨碍自由的告诉 但是双方却是各说各话 那一只高点 我就在这里来说 你先高点了哦 我们要跟他问人 他说不准你问人家 我再来报警 我今天如果他真的有跟他说 好准我们要做到当时 你看主委 总部 包括代表的主席 警察 他们现在又要听话 那就有为何 所以属性 属性都没跟他说 以前都会说 庙方说 祝家师傅每天凌晨三点半就要起床 但是练功民众往往拖到晚间了九点十练 严重干扰到寺庙的座席 练气功的负责人则表示 庙方事前毫无告知 却临时恶意把他们锁在里面 因此才会提起告诉 这期新闻 梁家文 孙颖玉 高雄八达